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初年 天下注定 志勇双选的李进 为安定天下而功勋卓著 李进原本信佛 也曾对佛教经典广有设计 跟当时的佛门高僧也广有往来 而后 因礼堂为抬高身价 包到一佛 又加之十逢乱世 各地僧团鱼木混出 道风渐衰 颇受社会各界诟病 李进也颇受影响 而使得心中颇有愤恨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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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 有一天身为燕门太守的李靖 带着千军万马在五台山狩猎 一时之先 整座五台山的禽兽都被渐渐围困在中台 就在将士们完工搭建手提武器 准备屠杀这些禽兽时 朱帅李靖 居然听到不远处有男女嬉戏的声音转来 他抬头一看 不远处的水池里 居然有一个光头和尚 任何一绝色美女在水中嬉戏 居然不顾身边不远处千军万马的存在 李靖大怒 随手抢过一把弯弓 大剑就射向那和尚 随着一声惨叫 只见那和尚手舞右肩 再也顾不得身边的美女 就跳上岸头 直奔菩萨顶而去 李靖大怒 随即扬鞭拔剑顺着血迹追了上去 手下将士身孔朱帅有诗 再也顾不上那些禽兽 争先恐后的追随而去 来到了菩萨顶 李靖安排部队把整个菩萨顶围得水泄不通 就算是飞鸟也逃不出去 死员的方丈健壮 不抗不卑地走了出来 右手单力 头飞飞一滴 而后说道 佛门境地不亦兵格 大帅应何动目如此 劳烦大师将所有僧众集合在此 我要寻找一个人 我这里恐怕没有您要找的人 大师 大师还是遵照我的要求去办吧 就按照大帅所说的去办吧 监院领命 随即把所有僧众都集合在了山门之外 大家都屏息尽气 使千军万马 刀枪剑几于无物都保持在镇定之中 李静亲自巡视一遍 没有发现右肩受伤的僧人 他感到很奇怪 心智自己的眼力一定不差 亲眼目睹那和尚跑进了这寺院里 怎么会就没有了呢 他认为是方丈有意坦酷 于是就命令军事到寺院每一个角落里去搜查 务必要找出那位受伤的和尚 他自己也来到了文书店门口观战 就在军事们来报无人时 他发现了有几滴细小的血滴通往大殿 于是就拔剑在手 带着几名军士小心翼翼走进大殿 他们左右到处巡视都不见踪影 毕竟就感到很奇怪 血滴在此 证明这人确实来过 但又为什么找不到呢 又能够去到哪里呢 就在礼尽狐疑之间 他无意之中抬头一看 他射出的剑居然还插在文书菩萨的右肩 他大吃一惊 心想坏事了 我今日鬼迷心窍 居然见舍文书 真是罪孽深重啊 想到此处 他不禁扔掉宝剑 双击跪倒在文书菩萨面前 磕头如捣蒜 及时忏悔自己的过错 而后小心翼翼地退出大殿 带着军马狼狈而去 回到住处的礼尽 把今日所遇到的故事 把今日所遇到的场景 想到此备到此处 想到此处 想到此处 他随即下令 不禁扔大殿 并亲自提写戴剑文书 一个特制木桶内 可是后来 又被时事班禅 从俄尔德尼 血迹肩赞大尸取走 从此下落不明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